在1970年 第一個電視節目啟播 改變了無數人對信仰的看法 權能時間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要高興 歡喜 特別播放蕭律帕博士的時工 教導新一代 透過神的愛 你的傷痕 能夠轉化成聖光 這個意念就開始了當時 最受歡迎的例子電視節目 今天 權能時間繼續使命 以新的聲音 啟迭新一代 當你想靠神 沒什麼能阻撓你 少偉帕牧師 要鼓勵你 祂的信息 能夠讓你人生有新的視野 無論你的境況是怎樣 面對什麼障礙 這一小事 是你的權能時間 各位權能時間的朋友早晨 我們的節目是相遇廣播 除了英文原聲之外 如果你的電視機是有禮音裝置 你就能以廣東話收睇權能時間 在聖經哥羅西書第三章 因為你們知道從主那裡 必得著基業為賞賜 你們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今天信息的主題是 活出奉獻的人生 偉帕牧師跟我們分享到 無論我們做什麼的工作 工作都是對主的贊重 所以祂鼓勵我們要享受工作 以及改變我們對工作的看法 在聖經哥羅西書第三章 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 將是給主做的 不是給人做的 工作的目的是慷慨分享 我們的工作是施語 不是獲取利益 要造福他人 能對世界作出貢獻 而不是關乎個人的益處 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 將是給主做的 不是給人做的 因為你們知道從主那裡 必得著基業為賞賜 你們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做主耶穌的跟隨者 當我們為主工作 並全心全意去做 就能在工作上經歷神 工作給我們有生命的意義 亦是我們信心的見證 最重要的就是成為我們對神的敬拜 因為你們知道從主那裡 必得著基業為賞賜 你們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讓我們改變 功你 episode of the world 祝我們 名叫正在明明 祝我們 名叫正在明明 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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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早安 早安 歡迎大家 很高興你在這裡 並不是偶然的 這一刻你來到這裡 或是你正在收看 神有話要對你說 請轉身和身邊的人握手 跟他說神愛你 我也愛你 今天很高興見到你 我們祈求當你走的時候 你會感到重申 得力和更新 我們相信無論你今天 帶了我什麼重甘來 無論是工作壓力 帶著遺憾犯出罪感到挫敗 無論你心裡記掛著什麼 今天我們要一同安息 就是我們要休息 歇息我們要把重甘交給神 阿門 我們這樣做 就這樣把你的手 象徵放手 奉耶穌聖命 主所有煩惱和憂慮 交給你 今天我們要選擇起朗 我們祈求天父 你會拿走世界 給我們心靈上的所有重甘 求你拿走這一切 我們交給你 同心感謝你 奉耶穌聖命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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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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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请坐 愿我们对工作充满热情 因为主重视我们的工作 神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arth will grow strangely dim》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Friend, are you weary and troubled? No light in the darkness you see There's light for a look at the Savior And life for abundant and free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 He lives my God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And the things on earth will no strangely tame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Look full in the darkness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 And the things on earth will no strangely tame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And the things on earth will no strangely tame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Thank you Today's day is a special day The guest is 鮑海文鮑洛協会主席 This is the one who has been in the world He shared his great new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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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orld He began to manage his own business He had a great news for the world He had a great news for the world He has done many There is a great news for the world He has made it in the world You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great news for the world There is a big news for the world Yes In New York市 and the large 1961 Yankee It is from New York市 The South Peninsula Really great You've heard a wave We all welcome her Thank you 我認為你爸爸是拉丁美洲的葛培尼 自小成長中 如果人家知道爸爸是誰 都會說他是拉丁美洲的葛培尼 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介紹 我們覺得這是極大的榮幸 1962年 我父母剛結婚 他們在蜜月之後做的第一件事 是參加六個月的實習 在1962年的葛培尼報道會 學習如何做這類刑事工的竅門 在一個城市 把基督的身體照聚在一起 去宣揚好信息 這幾十年來 這個模式 就成為了我們舉辦報道會的模範 你現在是行政主管 你要處理一切事務 去籌辦報道會是很艱鉅的任務 要給成千上萬在大都會的人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責任 也是起落 已經三十年了 我一直和爸爸同工 我爸爸今年八十一歲 但仍然精力充沛 異仗鮮明 還像青少年 剛剛信主一樣 他每天睡醒 就去夢想著 我如何分享這個大好信息 去改變全世界人的生命 這個信息永遠都不會變 我們如何去分享和所用的方法 有時候需要按時代調適 我們發覺這麼多年以來 傳統的報道會形式 在美國 效果已經大不如前 我們覺得好像對著師班傳道 因此 過去幾年 作出了一些改變 我們舉辦嘉年華 而不是報道會 戶外音樂節 我們做關愛和服務社區的事 實踐好信息和分享福音 信息沒有改變 我們去傳遞福音 要盡量針對人為的障礙 有時候是需要調適的 我們有一個問題是 你們的事工以你爸爸來命名 我會覺得是一個挑戰 去帶領以某人命名的事工 那會如何呢 如果你爸爸返回主的身邊 或者其他事 已經差不多有十年了 我的弟弟安德 他二十七歲信主 他是我們包氏四兄弟中的那個郎子 但是他有報道恩賜 所以做嘉年華的次數和父親相約 我們有大約六百位年輕報道家 我們互相緊密聯繫 我們也一直培養 鼓勵和栽培數以百計的報道家 然後我們有這個城市運動 在俄勒江州的波特蘭 這個地方很少有教會 如何在波特蘭這種城市傳福音 因為那裡很多人不會去教會 他們刻意不會去教會 波特蘭成為試驗新事物的場地 因此從這個地方開始 把報道會轉型至嘉年華 信息沒有改變 但做的方法需要改變 我們發現像波特蘭那樣的地方 當你想傳福音 我們現時不是由對聖經的形式開始 而是由一個很深的誤解開始 是多年來形成的 有時傳媒對我們基督徒不公平的報道 但有時在波特蘭我們發覺 人知道我們反對甚麼 多於知道我們支持甚麼 這些都不是我們的原意 但我們已經被這樣認定 你們反對這件、反對那件 因此我們做了很簡單的事 去拜訪波特蘭的市長 跟他說作為基督教群體 是想人知道我們支持甚麼 而不是反對甚麼 如果我們能夠動員 一萬五千名基督徒 去服務社區 我們能夠做甚麼 市長大為驚訝 之後我們就商討 如何與公立學校合作 以及協助寄養的系統 在2008年暑假 大約三萬名基督徒 參與幾百個項目的服務 橫跨整個波特蘭市 建立了這個城市對我們的信任 八年後的今日仍然繼續 在450間公立學校當中的315間 已經有正式的教會夥伴 被基督的身體改革了寄養的方式 建立了信任 帶來很多分享福音的機會 是言行一致的方式 我們如何生活 關愛和服侍他人 以及如何把握機會 以喜樂去分享好信息 我們將這個方式帶到很多城市 動員基督的身體 去服務社區 並且傳揚福音 你們所做的實在很好 但很多人會問我們聽到你們所做的 但我總是要問為甚麼呢 為甚麼你會早上睡醒要做這些事呢 當你的生命被耶穌基督更新 你會急不及待去和人們分享 我成長的家庭很感恩 像你一樣 有遺傳基因 有甚麼比全港好信息更加令人振奮呢 這樣投資人生還有甚麼更好呢 我爸爸81歲 但從來沒想過退休 他會說只要我一息尚存 有能力和清晰的頭腦去傳港這些信息 我會繼續做下去 至於我就是如何在信息萬變的世界 傳達不變的信息 世界會令我們變得沮喪 甚至憤怒 你會說文化改變了 很多事大不如前 但你知道嗎 聖靈依然活躍地作供 這種運動不屬於我們 我們只是歷史上最偉大運動的一份子 沒有甚麼能阻礙耶穌基督的教會 阿門 無論你是誰 我們要提醒你 對呀 好 童大有能力 我們要提醒今天收看的每位朋友 每個聖人都會有過去 每個罪人都會有未來 無論你是誰 神正在呼召你 祂正在去召喚你回家 無論過去有甚麼阻礙你 在耶穌基督的福音裡 你會有更新的生命 他的書名是 《放下分歧,活出福音》 我推薦大家去看這本書 包凱文 真是非常感謝你 真是非常感謝你 我們為你 你爸爸和全家討告 繼續把福音帶到全世界 謝謝你 弟兄 阿門 多謝你 神賜福你 多謝 謝謝 謝謝 when the body is weary when we stumble and fall when the choices are hard when we're battered and scarred when we've spent our resources when we've given our all in Jesus' name we press on in Jesus' name we press on dear Lord with the prize clear before our eyes we find the strength to press on dear Lord with the prize clear before our eyes we find the strength to press on in Jesus' name we press on in Jesus' name we press on dear Lord with the prize clear before our eyes clear before our eyes we find the strength to press on we find the strength to press on to press on 每個機構都會分享他們所做的事 大家都知道我們做什麼 是不是 我們是一間地方教會 牧人圓林教會 我們接觸城市 根植著全球這個使命 去接觸全世界 我們有電視事工 每星期有崇拜 我們接觸無家者 和社區的屬靈需要 每個機構都有一個為什麼 否則不會存在的 但是很多機構 隨著連願忘記了為什麼 是很多時候 人不知道為什麼要做 他們所做的 如果議障開始模糊 機構就會失去啟發 人的能力 為什麼我們做所做的 我們做所做的 為要人重拾尊嚴 要看見人 完全被神的愛包圍著 以致他們的生命大大更新 我們相信當人真正得著尊嚴 是來自活在神的愛 他們就會得著力量去喜樂 成為耶穌喜樂 和完全的門生 這些在我身上實現了 當我在荷蘭的時候 我們巡迴到訪世界各地 我們有十個國際辦事處 最近當我在荷蘭 我們在一間大教會廣道 排著一條很長的人籠 一個年輕女子跑上來 把一封信放進我的衣袋 就是這封信了 她的故事其實是這樣的 一共有三頁很奇妙 故事是這樣的 她十六歲那一年 她分別與二十一和二十二歲的男朋友同居 但是遭受到虐待 她沒有宗教信仰 也不是在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上長大的 她處於可怕又絕望的境界裡 她認識了一個男人 那個男人相信她和愛她的本相 這樣就幫助了一個女孩走出困局 但是那個女孩在這段 和新男朋友的關係裡 那個男孩對她很好很疼她 但是那個女孩就沒有辦法接受生命的愛 因為她感到極大的罪咎和羞恥 因此她開始尋找神 她說我開始要尋找祖母的信仰 基督教 她發現了權能時間 透過權能時間 我們的全球事工 她找到新生命 新盼望成為了基督徒 我要讀信裡最後幾句 是這麼寫的 尋找神當中我找到了權能時間 我無法解釋借對我的影響 你的信息醫治了我的靈 權能時間把我過去內裡的重擔挪走了 我仍然記得適然的淚水流過我的臉 當你說每個罪人都有未來 每個聖人都有過去 那影響力有多大 當你說 神不是愛我們的成就 祂愛我們的本相 事實上耶穌 簡選最低下層的人跟隨祂 當我領悟了神 一靜愛我 會原諒我時 令我驚訝 它是多麼好 我們有很多這樣的故事 是來自世界各地 我們想你知道 無論你在哪裡 世界哪一處收體 無論你在哪裡 你能夠像善恩一樣 你可以走出這些困境 無論是什麼 你在哪裡 無論你如何受困 你都是蒙神所愛的 祂有能力被突破你 是的 我們另一個為什麼 就是感動的故事 我們收到很多這樣的信 實實在在感動了我們 甚至對基督徒 有時候 我們都需要盼望的信息 好像我們和兒子相處 我們有這樣的教會 和盼望的信息 當你經歷暴風雨 這裡會給你能力 和積極的話語 以及神的信息 我們的為什麼 就是感到讚嘆 當看到這些來信 我們初次經歷主 對我們也是一樣 因為基督徒經歷人生 是需要神的盼望 和祂的信息 每個人都配得尊嚴 因為每個人都蒙神所愛 那是為什麼 我們做我們所做的 這些牆就快要拆了 因為我們會分身教會 但是在拆這些牆之前 我們要做一些很有趣的事 我們想開始 將這些信 我們每天都有幾百封 我想將它們貼在牆上 我們稱這幅牆為 為什麼逼步板 好嗎 為什麼逼步板 我希望拆這幅牆下來的時候 它是貼滿了紙張 內信和相片 和改變生命有關的 當有人走進這個教會 他們說 為什麼是這幅牆這麼醜陋的 貼滿紙信 你就跟他們說 這幅是我們的 為什麼逼步板 為什麼我們做 我們所做的 為什麼有牧人圓林教會 為要讓人改變生命 在尊嚴裡找到新盼望 和神的愛 阿門 如果你想表達 請寫信給我們 是 如果你來自本地教會 或者你們在看電視 地址是 POBOX100 Garden Grove 我想聽到你的故事 寫信給我們 在在各位都是 如果你有見證 我們想把它貼在這裡 好 那我們來了 第一封信 好嗎 這封信給了一個開始我 讓我清晰意識到 為什麼 這封會是第一封 善恩和他的新家庭 可不可以幫我按住 麻煩你 我真的要小心 不要碰你的手指弓 噢 禁音 沒事就好了 真是好了 太好了 各位朋友 可不可以一起站起來 我們一起宣讀應訊 請這樣張開你的手 跟著我說 我不是我所做的 我不是我所擁有的 我不是別人對我的評價 我是蒙神所愛的 這就是我 沒有人能奪去這身份 我不必憂慮 我不須匆匆忙忙 我能夠信靠我的朋友 耶穌 並與世人分享他的外 阿門 各位請坐 我們繼續這系列的訊息 關於在日常生活中 經歷神 同在的能力 我們稱這系列為 天天有神 上星期開始 講述了熱神 和 慶望的重要 我們是 與生俱來 是有一團火的 但是呢 就不懂得運用 這一團火 結果呢 就傷害 或是引致自己 陷入了我們 討厭的 惡集裡 我要鼓勵你 如果你是個 滿腔熱神的人 這是好事 你可以為主 好好運用 這一份熱神 今天我要繼續說 如何在工作中 經歷神 在你的工作中 經歷神 你知道嗎 除非你所做的是 不公正 或是傷害別人 或是你的工作狂 我想你知道 神 喜悅你的工作 神喜悅你的工作 在日常生活裡 無論做什麼 工作都是 對主的重贊 在很多方面來說 大體阿子 我們被造 而應去做的事 我們 作為神的子民 蒙照 去 熱神工作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 你如果想 享受人生 無必要 享受工作 大多數人是這樣 用時間的 我經常想 人生是這樣度過的 三乘八小時合計 有二十四小時 你大約用八小時工作 八小時休閒 然後大約用八小時睡覺 如果除去睡覺 基本上 你一半的人生 如果你是普通人 都是在這裡工作的 所以 現在有很多人討厭自己的工作 因為討厭工作 就 有這方面的笑話 是不是 對嗎 不用工作 就是理想 真的嗎 我們會說 不是 我們會去佛羅蘇 因著我們是 如此虔誠 聖結 我們也是 對嗎 但是我們骨子裡 也有這個想法 不用工作 是理想的 我們的意思是 我要環遊世界 尚進人間美食 學習新的語言 對嗎 我們就幻想著 不用工作的人生 但是 我只是想 告訴你 一件事 根本就不是人生 沒有工作的人生 並不理想 我希望 再再有人會這樣說 如果 我 贏了 十三億元獎金 第二天我會 帶著微少去工作 你可以這樣的 你可以這樣的 你可以熱愛工作 知道從哪裡開始嗎 這裡 從這裡開始 從你怎麼看待工作開始 你為哪個服務 為什麼你在這裡 如果你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難怪你 討厭你的工作 難怪人人 都只是為周末而工作 周末是美好的 假期是美好的 但是我希望 你視周末和假期為節食 而不是成宴 我的意思是 你熱愛工作 以至你這樣說 我要輕鬆一下 因為我太勤力工作了 我這麼熱愛工作 我要在周末休息 不是的話我便會變成 工作狂 我認為周末和假期 對基督徒來說 是暫時放開 所熱愛的工作 如果你每天做夢 打算下一次假期 或者周末 今天的信息是給你的 你是不應該這樣的 你能夠改變工作的方式 和活出正確人生 很多人視人生為兩部分 我有工作的人生 然後是有意義的人生 工作的人生是要我做工作 以至我能夠經歷另一部分的人生 意義 因此我們期待假期 期待到周末 我們總是對周末 是充滿幻想的 對很多人來說 是怎樣的呢 很多時候是 躲在梳化上 看電視 很多時候 我們感到沮喪 不停地睡 不要誤會 我也很喜歡小碎片刻 喜歡看電視 但是這些 從來不是我們想要的 是不是 我們跌落這種陷阱 我做討厭的工作 以致我可以做我喜歡的事 但是我想你知道 無論你做什麼 也可以充滿幹勁去工作 無論你在這裡工作 或者已經退休 做家務 或者做義工 無論你是父母 家庭主婦 或者家庭主婦 我想你知道 你的工作 能夠帶給你生命動力 你的工作 是生命動力 這其實 就是我們被做的目的 在亞當和夏娃的故事裡 神把亞當和夏娃 放在完美的世界裡 知道嗎 世界還沒有墮落 亞當和夏娃被放在這個世界裡 要耕作 和看顧他 他們要在地上 要工作 他們在地上 要去打理大地 很多人以為 我們在地上 讓世界來照顧我們 但是不是 是剛剛相反 我們在地上 要去看顧他 我不僅是要去保育他 我們在地上 要去工作 這是生命動力 因為工作是美好的 工作是好的 工作是特權來的 工作是一份榮幸 當你去建設 做事 照著起來 著手去幹活 看著他成長 是有形態的 這是榮幸 你其實是參與神所做的事 你製造 你創造 你建造 這些 就是人被做的目的 無論你是 四肢癱瘓 還是無法走動 奇妙的是 因為我們的世界是有科技 只要原意 任何人都能夠有工作 誰都可以 神已經為你預備一份好工 我要你知道 無論你做什麼工作 如果是好的 是公義的 只要你沒有違法 神 喜悅你的工作 神喜悅你的工作 祂以你為榮 繼續工作 你的工作是對主的重賺 首先 我們討厭工作的理由是 因為我們視工作為獲取收益 而不是施餘 無論你的職業 義務工作 家務 工作的目的就是 慷慨分享 如果你今天聽不明白我講什麼 我要你聽到的是 工作就是慷慨分享 即使你收取工資 你的工作是 施餘 不是獲取收益 你的工作要為卑益他人 如果你以此為工作的座右銘 即使你是 藉著牙膏蓋 我想你視工作為 慷慨分享 你為世界付出的東西 你會開始察覺到 如果你改變思想上的觀點 你的工作經驗 總會有所不同 工作是慷慨分享 造福 別人 我想你成為這一類人 遭任何事 都能夠百分百付出和投入 不是所有時間 而是當你在工作的時間 就全心全意去做 你為工作付出一切 如果你以工作去服侍他人 祝福你的客人 甚至祝福你的老闆 特別是眾贊神 你的工作是將要蒙福 工作全關乎慷慨分享 和祝福別人 在美鋼工業界中 其中一位重要人物 山姆旭爾頓 有沒有聽過他的名字呢 他創辦了小型商店 名為旭爾馬 關於山姆旭爾頓這位人物 他是死於1985年 在當時世上最富有的人 他的女兒 現今應為列全球十大首富 山姆玉爾頓 開始的時候 是一個農夫 在阿肯色州的一個小鎮 他的工作背後 有兩個基本信念 這兩個信念就是 一 恩勤工作會有回報 二 總要為別人服務 他相信 如果你為別人工作 別人就會為你工作 如果你以別人為首 他們也會把你放在首位 如果你以員工為首 他們也會把你的公司放在首位 如果你把顧客為首 他們也會把你的公司放在首位 祝爾馬開始營運 至八十年代初 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集團 令人讚嘆 因為機構的理念和目標 都是人 我們這樣做 是去幫助窮人 以最低價格買東西 全部關乎幫助他人 山姆玉爾頓 給員工好好的薪金 他們曾經是全球最受尊敬 和外帶的公司之一 山姆玉爾頓 拿著小型貨車 他穿著像圍款那樣的東西 那些叫什麼 對了 你來自俄克拉河馬州 那些叫什麼 工作服 謝謝 工作服 他開貨車 牽著小狗 當時他已經是億萬富翁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嘩 他真的以五元在理髮店展發 誰會想像得到 山姆玉爾頓 體現了欠秘 一個普通人 為每個人服務 因此 玉爾馬是這麼成功的 我要告訴你 他成為全球首富 是有原因的 是有理由的 他以人為先 他將人放在首位 他指令用心工作 是獻給大眾 而不是為個人利益 雖然他相當富有 但是他為別人著想 因此他努力工作 耶穌的跟隨者 也應該在工作上這樣做 我們的工作 應該是慷慨分享 我們應當熱愛工作 因為不工作並非理想 任何人不工作 我一段時間就會知道 告訴你這是事實 最初幾個星期 感覺還是很好的 但是幾個星期之後呢 但是領袖呢 是身體力行 有影響力的 眾人追隨他 五年男還是女 幫他成就大事 是有很大分別的 領袖先走第一步 領袖工作是最辛勞的 當中有一股強大的力量 然而因為你身為領袖 如果你有堅定的目標 如果你有堅定的原因 如果你朝早睡醒帶著這個使命 那工作帶來了生命動力 雖然你拼命工作 但是他就讓你的人生 有極大的意義和志豪 你可以做到的 無論你是否領袖也好 以此為你的夢想 不要夢想住在城堡 終日要無所事事 這樣是不會給你生命動力的 去夢想成為領袖 好 為世界帶來改變 去夢想成為有影響力的長者 仍然可以恩勤工作 仍然為後輩人勞 阿門 今天很多人說 偉拔 你不明白了 我是以清潔廁所為生的 偉拔 你不明白了 我是單親媽媽 身兼兩三份工作的 我是很討厭我的工作的 很多人的情況是 感到自己無法脫離 無法擺脫困局 我想以經文跟你說 很抱歉 我一直未提及聖經 因為我們的生命 應當建立在神的話語上 哥羅西書三章 有這段很好的經文 是保羅說的 讓我讀它出來 無論做什麼 或說話 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穌的名 借賬 他感謝 父神 無論做什麼 都要從心裡做 將是給主做的 不是給人做的 因你們知道 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賜 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知不知道是寫給誰的呢 奴隸 是寫給奴隸的 速奴 一世紀相當盛行的 大多數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 都是奴隸 但保羅說 雖然你是奴隸 無論做什麼 都要為主做的 我知道你是奴隸 我知道你身不由己 但不要為主人去做 為你在天上的父去做 他給這些人 很美好的禮物 通常我們討厭工作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自覺是受害者 我們感到受困 我們經常這樣 對你和任何工作的人 我要同樣說 保羅對那些奴隸說的話 無論做什麼 我知道很辛苦 我知道你累了 我知道你很洩氣 但請改變你對工作的看法 以及你對世界的看法 為主去做工 全心全意去做 為主工作 你會見到 你的人生會帶來生命動力 你不可能為主去做工 而沒有帶給你生命動力的 阿門 對 他給他們 很美好的禮物 因為他給他們選擇 選擇為神而做 而不是為地上的主人 因此他們就為主去做 另一個想法 有個研究 以白手卿家的富豪 和窮人作為對象 是互相排除的兩個極端 他們訪問窮人和白手卿家的富豪 什麼是導致成功人生的關鍵 窮人 他們一而再三公說什麼呢 教育 窮人說 教育帶來成功人生 但是你知不知道有錢人說什麼 那些白手卿家的富豪 他們說 努力工作 雖然很多 有錢人是受過良好的教育 他們認為 他們所做的教育 就是佔很少部分 令我印象深刻 努力工作 是成功的關鍵 不是教育 不是生於富裕家庭 是那些早上起床的人 就有使命和工作 令他們著弱 全力以負 有個女孩子寫了很好的文章 她就讀的大學 我不方便透露 是長春藤大學聯盟的學府 她分享在麥當勞工作所學會的 是多於在大學所學會的 她說在麥當勞教她努力工作 教她不可以經常表達她所認為的 教她要先服務他人 教她不可以經常埋怨和享有特權 這都是我說的話 我真的很喜歡這篇文章 因為我覺得今天很多年輕人 不明白想大學的目的 大學應該是訓練人 為目標去工作 但特別在過去五至十年 大學已經偏離了這個宗旨了 這些人大學畢業 但是已經欠債五萬元 沒有人願意聘請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沒有實際的世界觀 他們不喜歡工作 只是喜歡經常坐著聊天 我認為這是一個問題 是一個問題 我認為基督徒和一般人一樣 無論你是誰 你應當熱愛學習 你應當熱愛教育 你應當接受教育 但更重要的是 你應當熱愛工作 愛你的工作 工作是榮幸的 我可不可以繼續嗎 好 有一個 有一個 希伯來語 是我很喜歡的 每個宗教群體 都有他們熟悉的外語詞彙 大家都認識 阿加皮 這是個好詞語 希望你也認識 但是今天我要你認識另一個詞語 就是阿富達斯 大家說阿富達斯 阿富達斯 是希伯來文 經常翻譯為 服事 他們之所以翻譯為 服事 是因為 這是唯一的方法 字的意思 是他的語境 在希伯來文 意思是工作 和敬拜 阿富達斯是指工作 和敬拜 而這個詞語 穩藏著神學含義 這個神學含義 是什麼呢 我的工作是什麼呢 我的敬拜 我的工作是我的敬拜 我所做的一切工作 無論是蘇地 還是洗廁所 無論是沖咖啡 還是審批合藥 領導機構去上學 或是家庭主婦 和家庭主婦 無論你做什麼 當作敬拜 全心全意去做 你會見到工作 會帶給你生命動力 敬拜 我相信 做個努力工作的信徒 是我們能夠給世界 最好的見證之一 很多非信徒 在你的人生裡 都是與你一起工作的人 記得我們一份有身水的 合法工作呢 不是我爸爸給錢 要我在車房裡工作 而是一份合法 有身水的工作 我當時 是十六歲 在一間小營 墨西哥餐廳 當全賽員 在俄克拉河馬州 後來結業了 你呀 未必知道全賽員是什麼 是唯一比職務更低級的 比職務更低級 比職務更低級 全賽員是入門級工作 基本上是送菜到餐桌上 但總是經常遭殃的那個 喂 我的食物不對 你心裡想 也不是我幫你寫菜的 你投訴那個服務員 但在工作上 你不能這樣做 記得當時 我去參加教會動起來 我跟隨喬偉利 他真是深深地影響了我們 在工作中 為神而活的重要 我呀 深深記住 這個對神和世界的看法 我決定無論如何 我不會埋怨 我要服侍人 視工作為 對我的門徒訓練 無論我做什麼 都要為主而做 和全心全意去做 所以當有人想放假 我會頂替他們 當他們需要有人加班 我就最先自發加班 記得 在我的人生中 未曾如此贏得更多的敬重 作為基督徒 我只是努力工作 而其他人知道我是基督徒 人們對我的信仰感到好奇 是因為我的工作態度 甚至多於我今天身為牧師 回望我的青少年時代 我知道 喬牧師送了 一份很美好的禮物給我 就是 無論你做什麼 即使別人不公平 就算別人 踐踏你 你也要全心去做 為主而去做 他會塗造你的品格和目標 準備你迎向未來 阿滿 工作是好的 無論你做什麼 全心全意去做 因為你的工作 見證著你相信什麼 最後讓你的工作成為敬拜 我會以這個故事作為結束 我經常去 退休中心 我說 逢星期五去 這個退休中心 是屬於一間大型教會的 我大概去了八年 我去那裡 然後在那裡留一整天 大約五年前 有一個和我爸爸年紀相約的人 他是一個圓釘來的 戴著牛仔帽 這個人 比任何人都要勤力 在我人生見過的 但是 他工作的時候 在萬條私裡 很安靜 有耐性 他會修理灑水器 修剪草地 他會做筆記 每次我去那裡 他總是在那裡 埋頭苦幹 知不知道 我有什麼想法 最初的想法 我想請他 我想要僱用他 我說 一看就知道 如果能夠請到他 我無論給他做 他都會做得很好 因著他那份工作態度 我從來沒有請他 或者要求他做工作 我只是和他聊過幾次 發現他對主的信心很堅定 在幾個星期之前 我和卓德聊天的時候 卓德原來知道他是誰 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他是這個龐大事工的 最大奉獻者 他是這個大型事工的 最大捐助人 他人生的成功 關鍵在於 他熱愛工作 他熱愛神 從這個人身上 你能夠見到 我感受到 當我在牧場工作 他在那裡 是喜歡用雙手工作 看著那個美麗的地方 被保存 栽培 照料 他其實不用在那裡做事 他可以請二十個人幫他做事 但他熱愛工作 他相信他的工作就是敬拜 我也是 無論你是在做什麼工作 無論你是清潔廁所 還是帶領財富五百公司 全心全意去做 但不要變成工作狂 要休息 不要讓工作成為你的神 但當你工作的時候 是為主去做 就讓祂成為敬拜 讓祂是休閒 可以的 你會見到工作帶來的 生命動力 阿門 對 我們祷告 主 我們要每天經歷你 我們不能每天經歷你 如果我們不在工作裡經歷你 所以我想邀請今早在座的人 如果你在看電視 如果你想認識耶穌基督 如果你想跟祂和好 如果你想上天堂 你想此刻活出永生 請跟我作這個禱告 天上的父 奉耶穌聖命 請射滅我的過去 奉耶穌聖命 像我新的未來 奉耶穌聖命 我要在祂中得作永生 奉耶穌聖命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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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whom this world rejoices who from our mother's lungs has blessed us on our way without less wisdom gone and still is ours to gain and still is ours to gain Thank you, friends, very glad you came here I hope you left when you were able to feel the joy and feel the love of God We want you to know that God has called you Now, God will bless you and bless you God will bless you and bless you and bless you God will bless you and bless you and bless you God will bless you and bless you God will bless you and bless you Amen God will bless you and bless you God will bless you and bless you Thank you 請您收看《拳令時間》 在聖經哥羅西書第三章 《因為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賜》 《你們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今日訊息的主題是《活出奉獻的人生》 韋帕牧師與我們分享道 無論我們做什麼的工作,工作都是對主的贊重 所以,祂鼓勵我們享受工作,和改變我們對工作的看法 在聖經哥羅西書第三章 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 將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 工作的目的是慷慨分享 我們的工作是施語,不是獲取利益 我們的工作要造福他人,能對世界作出貢獻 而不是關乎個人的益處 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裡做 將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 因為你們知道從主那裡 必得著基業為賞賜 你們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做主耶穌的跟隨者 當我們為主工作,並全心全意去做 就能在工作上經歷神 工作給我們有生命的意義 亦是我們信心的見證 最重要的就是成為我們對神的敬拜 因為你們知道從主那裡 必得著基業為賞賜 你們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拳輪時間這個例子電視節目 每個星期在無線電視明珠台播放 逢星期六早上10時 和星期日早上6時 你亦可登入我們的網站 www.hourpower.org.hk 多謝你收看 神愛你 我們下個星期在無線電視明珠台再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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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